今天來到粉嶺聯和區 聯和區你會想起甚麼? 除了每當變幻時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食物 我們現在快點把握時間去找食物 這個就是九元吃得飽你的四眼仔腸粉 你看到它有很多汁 一點都不沽寒 三元有七粒魚蛋 我真的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 真的要過來聯和區才可以吃 我不客氣了 張森我好喜歡吃這些小粒的魚蛋 因為吃下去特別有魚味 而且我喜歡它硬硬硬的感覺 我試完這個滑滑滑的腸粉 很多醬,最喜歡多醬 又夠熱又夠多醬 很滑,一流 這個鹹牛肉蛋是來到聯和區必定要吃的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師傅很厲害 把蛋打成蛋漿之後 變成鹹牛肉 放進鍋裡 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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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圓形的 真的超級厲害 看起來好像很厚的漢堡扒 證明很嫩滑 我一夾起它已經散開了 我現在試試看 又軟又香 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就這樣看皮 你看它好像煎得很乾 以為裡面會很老 但剛才我一拋它已經散開了 因為裡面太嫩滑了 它裡面有鹹牛肉的香味 連同很嫩的蛋 這個鹹牛肉蛋子你可以單點 但也可以配麵包吃 我就貪心一點 我不是只點麵包 我點了整塊牛油 它不是塗下去 真的放了一塊牛油 再加上一些煉奶 這個叫做鮮油奶 很好吃 一滑口 牛油在嘴裡 化開 很鮮 鹹鹹 再加上煉奶的甜 這個很一流 我現在在聯和區 無人不曉的群記牛肉園豬手 聽過名字已經知道 一定要叫豬手和牛肉丸了 我想說這碗豬手麵 是一碗難球 第一輪賣 就是剛剛開門11點 第二輪就是3點半 而現在只是4點 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這碗是很矜貴的 我不客氣 要嘗嘗 為什麼這裡的豬手這麼出名呢 外面是南乳 炆 或者用很多醃料 但這裡只是白煞 但也吸引到這麼多人來吃 一定有它的吸引力 先嘗嘗 它的皮是爽口的 但裡面是很軟的 很軟的肉 很軟 一邊吃 我一邊感覺到 我面部的膠原粒 不停彈出來了 很多膠原 吃完它的原汁原味之後 你可以試用它們的秘製辣椒醬 很多人捧場的 我只點了一點 但我一邊咬豬手的肉 它的辣椒味在口裡不停散發 而且這個蒜頭的味道很香 現在試一顆牛丸 很彈簧 而且很香牛的味道 很棒 這是新鮮出爐的巧克力流心 看看它有多流心 其實它是稀少少的巧克力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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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脆的 然後麵包很軟 然後再有一些很濃的巧克力味 然後吃甜食 或者可以用來做甜品 這個不是普通的麵包 這個叫做攪滑的雞腿包 因為有一隻很攪滑的雞腿 躲在麵包裡面 嘩 先攪拌一下 很大的雞腿 很淡淡的肉 而且這裡的麵包 保持熱辣辣 因為它去火去得很快 所以這個雞腿包 和剛才的流心 都是熱辣辣的 謝謝 你好